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奴玉天禄 我小的时候看到这本翻译本叫做黑奴魂 我在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图书馆里面 记得这本书黑奴魂 就是后来的黑奴玉天禄 这本书写得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显实 美国那个社会它拿黑人当奴隶 所以有人道主义者出来以黑奴为主题来写实的时候 这本小说就很成功 为什么其他的美国小说我没有看在眼里 原因他们没有那种时代所造成的那种真正悲惨的背景 所以美国的小说不深刻 比起苏联这些小说来 俄国的小说来差得很远 美国有一本小说 他描写这种人间这些小的故事的还不错 就是这本凯瑟琳·波特 就这位女士凯瑟琳·波特 她所写的这本书叫做《Ship of Fools》 就是笨人的 傻瓜的一个船 就是我们可以翻成叫愚人船 这个船什么故事 真正写这个书的时候 这个凯瑟琳·波特他本人就跑到这个船上去 干什么呢 他不跟别人讲话 他就是偷听 偷听张三的话 偷听李四的话 用这些偷听的经验写出来这本小说 这本小说的基本的布局就是在这个旅行的途中 从美国到英国 英国到美国 这个路程其实很长 我举个长的例子 美国总统林肯被刺以后 英国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英国是在林肯总统被刺四天以后才知道 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呢 没有电报 那时候没有快的传达工具 所以要靠他坐船这类工具来传达 所以知道的很慢 所以这个愚人船就是有人上了船以后 从美国到欧洲 从欧洲到美国 这段时间很长 所以在船上就有很多的故事出现 这个愚人船的主要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犹太人 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智者 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好好先生 他在船上能够排男解分 大家有什么纠纷 有什么不平 男女之间情侣有什么争执 最后都请他来调解 他呢 一言九鼎 能够摆很多问题 用非常智慧的方法解决 大家都喜欢他 大家都佩服他 最后快下船的时候 有一个矮矮的猪奴 也在船上面 一个小矮子 他就问很好奇的 问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犹太人 说你这么聪明 这么有智慧 你相信什么 什么是你的信仰 这个老犹太人呢 从口袋里 咚 我就描写一下 咚 掏出来一个勋章 原来是德国人所给出来的铁石字勋章 大家看德国的希特勒 他只带一个勋章 就是铁石字勋章 我在我的节目里给大家展示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 腿都被打断了 打断一条腿 他在马路上穿好军装 虽然少了一条腿 在做乞丐的时候 他带的勋章 都是铁石字勋章 那代表了德国军人 最光荣的勋章 不止于军人 就是有人得到这个勋章 就觉得莫大的光荣 原来啊 这个聪明的犹太人 拿出来这个铁石字勋章 给这个小矮子 给这个猪儒看 就说我相信这个 我相信我跟德国人的关系 这个小矮子啊 诸如啊 大吃一惊 小矮子跟这个聪明的 智慧的犹太人说 你怎么相信德国人 德国人要杀你们 正在要杀 并且正在杀 你们的犹太人 你怎么相信德国人 这个犹太人说 这个犹太人说 杀得了吗 我们犹太人 有六百万人 怎么杀 从来没想到 你有六百万人 我就杀你六百万人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人 杀掉了 多少的犹太人 所以呢 这个故事结尾 在这个地方 就是最后 当这个聪明的犹太人 说他相信这个 铁十字勋章 相信犹太人 跟德国人的 这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诸如 这个小矮子 大吃一惊 最后下了一个结论 他指着 这个智慧的犹太人说 原来你是这个船里面 最红的 最红的 这个愚人船里面 愚人船里面 最富的 最 最可恶的 最头脑不清的 最笨的 就是你 原来就是你 我们都以为你最聪明 可是最有问题的 就是你 大家知道我李敖 讲这个故事 一定下文就来了 我应该要骂一个人 对不对 对了 骂什么人呢 骂一个 你们可能很喜欢他的人 他就是马云九 马云九在台湾呢 使我们觉得很无奈 他是个好人 我跟大家讲过 长得又是那么样的 好 人也是那样的理性 可是 大家会问 你李敖为什么 批评马云九 他有什么问题啊 使我苦恼的就是 他吸收了这么多的 眼光 跟镜头 他做了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令我们大家的 无奈痛苦 好不说这一次 最严重的一次 大家也看到了 他在欧洲去的时候 他的国民党 登了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说 台湾独立 可以作为 台湾岛上的人的 一个选项 就是我们对未来的选择 有很多的项目 一个项目 是台湾独立 国民党 怎么可以登这种广告呢 你马云九做党主席 怎么可以登这个广告呢 后来他们就改口说 说这个 是指台湾人民的选项 不是我们 中国国民党的选项 中国国民党 是不赞成台湾独立的 可是 中国国民党 你们这些党员 难道不属于台湾人民吗 你们是另外一个族群吗 说不过去啊 并且 这个广告啊 最微妙的一点 台湾有这么多的媒体 这么多的报纸 他只选了一家 叫做自由时报 它是一个台独的报纸 登了这个广告 别的报纸 他不登 那么换句话说 你这个广告 目的 就是特别锁定了 一个族群 要看你这个广告 什么族群呢 就是 所谓支持台湾独立的 这个这些族群的 这些人 看你的广告 而你的广告 一个重点就是说 台湾独立 是未来的 我们的一个选项 当然也有别的选项 你专门登 这个广告 给这个族群的人看 巨星何在啊 讨好嘛 当然是讨好你们嘛 可见 事后的解释 事后的否认 事后的 或信你 都是不可信的 马云九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我们可以想 他是为了 2008年的选举 就是台湾的 又选了所谓的 总统了 又选了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了 而做的这种 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马云九做的 诸如此类的事情 令我们很痛苦 为什么 看起来这么一个聪明的人 怎么做这些浑事 就好像 愚人船里面的 那个 智慧的 犹太人 看到马云九的历史 我跟大家说过 他的爸爸 是国民党的高干 所以在今天 在我眼里看起来 我也不满你们说 我对这种类型 和他们的家庭背景 有某种程度的 仇视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的上一代 在台湾 就是给蒋介石 蒋经国 做马前卒 做猫脚爪 做走狗 做打压我们的这些帮凶 他们这一代人 老掉了 死掉了 好不说最近 马云九的爸爸死掉了 而他们留下的第二代 今天 都被我们面对了 虽然国民党 丢掉了政权 可是 在2008年 重新收回政权的 一个希望 大家集中在 马云九的身上 对我们说起来 我们觉得 无限的难堪 就是你们的第一代 丢掉了 中国大陆 跑到了台湾 因为你们胡作非为 祸国殃民 所以被共产党 赶到了台湾 你们在台湾 压迫我们 只压迫到 六年以前 民进党 政权转移 当政以后 这么长的时间 都是你们在 压迫我们 由于你们 在台湾 不得人心 所以你们丢掉了政权 换来了 比你们还坏的 民进党 所以呢 又大家又觉得 哎呀 最好2008年 还是给 国民党 回来统治吧 一个烂党 一个坏党 一个烂的政权 一个坏的政权 它可以使你 无奈到这种程度 就是它统治你的时候 你受不了 可是它下来以后呢 它所 等于它培养出来的 另外一个 反对党的政权 出来以后呢 比它还坏 比它腐败的还坏 就现在的民进党 让实际我们觉得 哎呦 还是它 好吧 它好一点吧 大家想想看 作为被统治的我们 在台湾的 我们这些人 我们是什么感觉 大家应该想到 我们的感觉 不是说 哎呦 你要支持国民党 你要支持马英九 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什么感觉 马英九 从美国留学回来 就被蒋经国看中 做他的翻译 然后提拔他 做了国民党的 中央党部的副民主党 很高的位阶了 后来马英九 在台湾 做了内阁的法务部长 又做了部管部的部长 就是所谓的 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他忽然在这个时候啊 他忽然清高起来了 他要辞职 那时候行政院长 就是他的老师 连战 大家看看 当时马英九的辞职声明 大家看 马英九的当年的辞职声明 他说啊 看到没有 英九服务公职 始于 这1981年 向以奉献国家人民为直至 16年以来 看连干16年啊 有幸参与民主化两岸关系 速摊茶会 反毒扫黑等 重大改革之推动 深感 政府与民众 无能携手同心 必可斩步 除弊为心之 宏图加油 这个文章写得很烂的 可惜 改革由未完成 由未成功 政治风气已变 注意啊 在罢国民党的政权啊 他骂他 以权谋私 真功为过 改革阻力重重 人民 人民 即怨日深 近日乃有 尤其自去年以来 国内接续发生重大事件 社会为之震惊 民怨为之沸腾 近日乃有数万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啊 然后他说 我是内阁的议员啊 看不下去了 我们再注意啊 对此发展深感痛心 无力 他为表示负责 乃决定辞去限制 辞职 请问 这个政治黑暗 引起民怨沸腾 你在里面做官的 你没有责任吗 难道说 我一不做官了 我就洗掉了这个责任 可以通吗 这就好像 我家里的妹妹吵架 小的时候 我的大妹妹 跟我小妹妹吵架 我的大妹妹 吵完架以后呢 他就像 他姓太主教 他向圣母玛丽亚告解 忏悟她的罪 请玛丽亚 饿恕她 我的小妹妹不信天主教 在旁边在抗议 说这怎么可以啊 我们两个人吵架 吵完架你向圣母 玛丽亚一告解 一忏悔 你就没罪了 罪都跑到我一个人身上来了 这怎么可以啊 我们不信教的人不倒霉了吗 大家看到这个例子没有 就是你们这国民党的团队 你干了16年的 在这个团队里面干了16年 这个团队的黑暗 你们有责任吗 这个团队的腐败 你们有责任吗 你脱身了 你辞职了 那么这个责任跑哪里去了 跑到别人身上去了 会这样移转吗 当然会啊 因为你立刻得到好的形象 你以辞职 来去救 来表达你的决心 可是呢 别人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 哦 原来你是清白的 别人是有罪的 当然别人就不服气 所以 马鞭九辞职声明里面说 英九 今后将以在野之身 参与社会改革 与学术研究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最后说 唯有回到民间 才可以重新找到 学习的动力 与改革的方向 他在回到民间 以在野之身 做了一件事情 是跟我合作的 我跟大家说过 那个时候 我拿出一百件的收藏品 我们卖了 一百万美金 来给这些 慰安妇 就二次世界大战 被日本人抓去 做军中妓女的 这些可怜的人 他们都是老太太 援助他们 在我们的援助大会里面 意卖大会里面 马鞭九 跟商业周刊的金威纯 他们两个人穿着礼服 分别主持一脉 所以那时候 马鞭九跟我开过 好一次会 就是他 就是他以民间身份的 做的 唯一一件好事 那其他的 其他才没有做事 他要回到政治大学教书 可是来不及了 因为你聘期 聘书是一学期 一学期 在一学年一学年发的 可是为了给马鞭九破例 就是 同意 聘他做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可是 马鞭九 一再宣布 信誓旦旦的说 他不再做公职了 忽然 他选起了 台北市市长 政治大学 好容易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教授 他不做了 实信于政治大学 然后开始选台北市市长 所以呢 他又回了这个政界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既已决定脱离公职 加入民间社会改革 参选一事 便不复考虑 就是 说我再去参选台北市市长 这件事情 我就不干了 当时说的 信誓旦旦 这个消息 登在了 1997年 5月9号的 新闻媒体 都 登得很清楚 所以呢 马英九当时说的很清楚 他不再做了 可是呢 我们看到 他自己讲 他辞职以后什么态度呢 大家看 最后 连战劝他不要辞职的时候 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 接见他的时候 以非常诚恳的态度 要求马英九留下来 为政治效命 但是马英九说 他告诉院长 没有办法 在闭着眼睛混日子 言外之意什么原因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 不辞职的人 继续干的人 你们就是在 闭着眼睛混日子 这就是我所说的 他自己 清高潜了 他像我家大妹妹一样 他 他告诫成功了 他脱身了 所以就发生了 这么一个现象 他甚至还说 这些话 他以前不是没有建议过 但是不太可能被听进去 就是说连战没有听他的话 最近他和连战深谈的时候 发现连战在态度上 有明显的转变 马英九说 连战最近面临 一连 连串的冲击 如果能在此时 真正脱胎换骨 也就是有意义的 言外之意什么 我马英九 脱胎换骨了 连战 没有脱胎换骨 我举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马英九最后 还是选了台北市市长 我们不会说他 食言而非 不要这样的讲他 可是我们必须说 他用辞职的方法 来羞辱了 别的公务员 包括他的长官连战 不是吗 因为你辞职 所以 显得别人不光明磊落 因为你辞职 才能够使连战 也能够 听你的话 也能够真正脱胎换骨 换句话说 连战如果不脱胎 不辞职或者没有听你的话 他就是不能够脱胎换骨 请问 这正是我家情况的翻版 就是 当我的大妹妹 向圣蒙玛丽亚告解的时候 所有的罪都跑别人身上去了 就正如我小妹妹所抗议的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 可是这就是笑话 马英九做了16年的 一帆风顺 做了16年的官 忽然脱身不做了 把大家 摆了一道 然后他又回来 选台北市市长 今天一路做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官运还在继续 可是我们忍不住要问 难道你回来以后 你当年辞职的理由 就不存在了吗 你的国民党就改好了吗 我们当然不相信 所以这就是一个故事 告诉我们 他们的脸蛋 是那么样的漂亮 他们的表情是那么样的纯真 当他做了坏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原谅他 这个人就是马英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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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